每逢外出逛街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对街边的小摊垂涎欲滴 而在所有的小摊之中 最为常见的肯定是卖烤肠的摊子 这也算是当下年轻人群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吃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都非常喜欢 除了味道好吃之外 价格也不是很贵 一般是两块钱一根 但是当孩子吃的时候 家长总是会非常担心 因为这种烤肠的价格并不是很贵 所以大家都非常好奇烤肠的成分究竟是什么 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 从价位上来说 一般情况下 3元以下的烤肠几乎都是淀粉做的伪造肉 所以售价2元的烤肠里面是不可能有肉的 至于那些价格稍微高一些的烤肠 市价5元6元左右的话 的确会有一部分肉 但是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出差的结果来看 一些黑心商家可能会往里面塞进鸡皮 鸭皮和碎骨头 这还算是比较有良心的 之前央视新闻甚至报道过 有商家往里面塞死猪肉和狐狸肉 这些肉都是没有经过防疫检查 如果吃下去的话 危险系数会直线飙升 除了肉质问题之外 这种烤肠里面还有很多添加剂 国家标准规定 每千克食品的添加剂量 一般在5微克到3克之间 但是有些无良商家为了让烤肠看着好看 吃着香 就会加入超额的添加剂 而这些添加剂会给人身体带来极大的危害 所以对于烤肠这种小吃来说 偶尔吃一次也就算了 如果长期吃 肯定会给肠胃带来巨大的负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关注我